李登輝前總統 不是我們剛剛有看到 他為自己做澄清 他說這些黨產 都沒有留到他的口袋嗎 他在講說 其實是希望劉泰英 利用這些黨產來進行 所謂的新興產業的建設 還有紓困 但是弄到劉泰英的身上 其實佩芬姐在我們的節目當中 也談到其實流入海外的 流入私人口袋的不知反擊 其實剛剛談到的越南王的 這個部分 就是有一點點人馬之爭 就是劉泰英跟徐立德之間之爭 好 那麼在徐立德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他跟連戰的關係相當好 後來這個李登輝前總統 就把這個黨產不是交給連戰 有連戰在處理嗎 後來就出現了這個徐景欣的人 這個徐景欣 其實佩芬姐剛剛也談到 他是鄧文聰的義兄對不對 其實鄧文聰就是掏空幸福人壽的那個 那麼所以張家元這個時候 他趕快要出來自敗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查黨產了 如果我捲入裡面 如果遲上法律關係 怎麼那麼該怎麼辦 所以他就說 其實好他聲言簡訊說 徐景欣把五千億黨產拿到海外轉投資 把錢放在香港作為單薄品 誰讓徐景欣這麼做的 上面那時候的總統是誰 在大陸貸款一百億 在鄭州投資八寸金圓廠 海盜黑龍江開採石墨 由張家元牽線炒作 股票來累積黨產 而且中間動輒二十億三十億 中間的這個價差 就賺到自己四人的口袋裡面去了 怎麼搞的 對 那個歐老師我覺得這個場景 有點像是 剛剛這個李委員 李鴻鈞委員說 那既然這樣他們彼此為什麼不查 因為馬英九跟連戰跟李登輝 彼此關係不好啊 剛好就是我可以整你的時候 他說我覺得這個場景有點像 他們三個人手上各拿著一把槍 這把槍呢 就在玩俄羅斯輪盤 互相抵著彼此的這個太陽穴 彼此都不知道自己手上的這把俄羅斯輪盤 會不會賺到有子彈的那一個時候 他也不確定對方的那把槍呢 到底能不能賺到有子彈的那一個時候 所以彼此呢 就是一進不如一動 對吧 不見得是如此 不過你剛剛講的有一段很形象的 我可以給你一個實質的案例來符合你這個說法 當時謝忍廷和這個馬英九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那蔡英文現在旁邊還在了一個幕僚 就直接建議李登輝應該要去幫這個 謝忍廷站台 然後憲政說法會使得謝忍廷的聲勢可以往上拉 那當時李登輝閃爍出那個眼神 那個人的轉述是說有一種非常恐懼的眼神 因為當時馬英九大概是已經幾乎是贏定了 那他真正的恐懼 不是來自於馬英九會贏這麼一件事而已 而是來自於他贏了以後所代表的整個威力 那那個人很不解釋說 為什麼他會贏你用什麼好怕的 你竟然已經都站到綠的這邊了 你何必怕他呢 這個人的說法是說 他事後幾次經過這八年的研究是 他恐怖的是馬英九後面所代表的這個客戶的系統 他因為李登輝自己曾經身兼半個國民黨的特務頭 他只是半個 可是馬英九他實質地獲得整個特務系統的支持 這是馬英九後來執政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 而李登輝對於這個後面的威力的害怕度是充分的 對 好 那這邊當然連結到整個黨產的威力 和整個特務系統在海外的運作 主持人剛剛所說的問的 其實包含的是說為什麼他們明明都握了一把槍 可是後來馬英九這邊沒有辦法有效地展開來 或者說他們彼此之間沒有辦法得出一個 我們比較血淋淋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圖像 現在這個情況到底怎麼回事 我把它簡單地說了 就是李登輝所拿走或者是請人拿走那個部分 其實早就已經盛效神上 其實早就已經被給了一張清單 我再說一次喔 這個部分早就有一張清單 而且在媒體裡面已經放話已久 我請現場在座的每一個人 稍微把耳朵清一下就知道了 我們聽說國民黨黨產流落在外面 有五千億這個事情 距今幾年了 這個數字至少是五年前了吧 對 所以我說現在變成幾兆了 對 各位表示這件事情是有意有人放話了 在二零一一年的時候 我們聽到的是 就已經是國民黨流落在海外的黨產 是五千億嘛 對 可是現在是不是對起來是對的 一個字都沒有掃嘛 好 這五千億經過這五年應該是要膨脹 可是他繼續用同一個版本出來說法 第二 這件事情顯然是有人刻意去說了 第三 從李登輝下野之後 包括後來的陳劉扁在下野之後 有好幾段關於李登輝 核檔產之間還有太空核檔產之間的 處理是怎麼處理的 都是透過媒體和太空受害受難劑 來處理的以及太空檔受難劑來處理的嘛 那太空檔就有太空檔受難委員會 經常在國內的各大飯店聚會嘛 這個蔡正義有參加 我現場看過 好 沒有 我跟太空檔那些企業都還採訪過蠻多 就是說其實這個劉泰英在紓困物說 他們跟打營事業有關的這些企業 我講一個你 你這個地保 以地保為例 你再快刷開 我現在要講就是說 這個故事並沒有被掩埋 而是告訴你說 你再往下動的話 我這招就殺下去 所以主持人要查出來並不難 要把國民黨所有海外檔產 要查出來不難 他比交通幫跟醫療幫要被查出來 簡單多了 我再講一次 要查國民黨的檔產 比查交通幫跟醫療幫簡單多了 我們也比較不容易遭受不測 除非去國外 我們比較容易遭受不測 但是你在國內其實是查得出來 而且早就已經傳聞 香港 馬來西亞 越南 美國和中國 包括到黑龍江 每個地方都已經早就說明了 都不是今天才知道 好 那徐毅澤的名字 也都已經越南紙上這麼久了 而且金普聰也一直講 說以前檔產不清不楚 任命了林德瑞以後就完全清楚了 因為林德瑞是原來 原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的教授 後來到中正大學去財經法組的教授 代表國民黨參選立委之後 參選立委之後 何成立委選辦之後 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 當時新管會主委兼財管會 好 他上去之後兩年內 把國民黨所有每一筆 全部弄清楚 我認為已經不弄了腦袋的清楚 絕對不是指那兩百多億的清楚 而是指所有的一切都清楚了 好 那這樣 就把所有四個黨主席 包含吳伯雄 以及包含 好 我們這位徐先生 和所有歷任的新管會主委 全部找到蔡英文 你會追不出來嗎 追不出來一定是有意放肆 當然 當然 所以就是你所說的嘛 怎麼可能就 那一把刀大家會這樣加在脖子上嘛 其實我覺得沒那麼難追 譬如說我們剛剛討論這個越南王的 因為劉泰英 徐立德兩個人 現在都還在嘛 你就把他們兩個找來嘛 對啊 林德瑞啊 對啊 林德瑞都還在嘛 誰去把他們兩個找來 就政府啊 因為國民黨流落到海外的黨產 或是說有些被轉到私人的戶頭 站在國民黨的立場 他不好追 除非這個即使國民黨採取法律的訴訟 譬如說用背信罪去告這些人 大概可能司法調查要很長一段時間 對 可是如果說 黨產處理條例通過的話 因為只要你的來源是黨產 我的概念是這樣子 只要你的來源是黨產 我最後不管你轉到蔡玉珍手上 轉到歐崇敬手上 轉到楊偉忠手上 當然他們三個都沒有 這些都還是黨產 就即使你 你都已經給你小孩了 但是他還是黨產 這讀書國理論嘛 所以要追其實不難 因為黨產條例通過之後 這些應該都在被規範的範圍 他算是廣義的 中國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對 就附水的人 所以其實你只要抓 我一直在強調查黨產兩大原則 第一大原則抓源頭 你只要從出去 最初出去的地方 譬如說這個越南網 這個是徐立德去投資的 那一開始出去多少錢 好 這個錢我們先抓到了 然後慢慢再去抓後面的 第一個抓源頭 第二個 一定要有檢舉獎金 像昨天李鑫不是講說 這個中銀這個有什麼 22億 8億 有14億的回扣 如果有檢舉獎金 譬如說假設我們給他一趴 那李鑫這個檢舉 如果成真的話 1400萬 對 他就可以拿到1400萬獎金 而且不磕稅 一定不能磕稅 我覺得只有這種檢舉獎金的制度 你才會鼓勵這些知道 黨產內勤的人 勇敢的出來揭發 要不然每個人都怕 要不然每個人都怕 一成的檢舉獎金 我節目不做了 每個人都怕被開槍 所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你想想看 那個中銀的事情 蔡振元最清楚了 你說多少 百分之十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他一定不會出來告訴你 整個的來的市賣才 他今天財產申報只有七萬五 這他自己申報的 只有七萬五 所以我覺得這個檢舉獎金非常重要 當然相關的配套 比如說你該保護當事人的人身安全等等 甚至對他這個身份的保密 我覺得這個都必要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因為最瞭解黨產的人 一定在國民黨裡面 或是長期跟國民黨有交往的人 他才會瞭解黨產 我們局外人不可能瞭解黨產 所以我覺得將來在修這個黨產條例的時候 一定要加入檢舉獎金這樣的制度 讓這些鼓勵團體裡面出來吹口罩 如果說連中間人 隨便在中間一個什麼樣的什麼案子 把黨產拿到海外去投資 都可以賺二十億 三十億的話 那麼當時的黨主席 到底狀況會是如何 所以我也其實蠻贊成 國民黨的提案不是馬尾忠 如果說把現在的這個卸任 這個總統的財產查一遍 但問題我又想到了 你怎麼會查得到呢 連黨產都查不到 如果說這些黨主席 或總統真的有所謂的 我講一下 沒有 我跟你講 凡走過比例就差很急 要查不查而已 其實像越南這個 你的移轉的合約 然後你現在就是包括那個 就是在這個太古集團的錢彭倫 他們手上的 那你陳親自 你要去告 那陳親自原來的檔案 其實都在 怎麼查 你再怎麼查 從監察院裡面看到李登輝 陳水扁 馬英九 陳寅門 都是那些數字而已 你怎麼查這些 好在留 第一個是 那個總統不當財產 我先講這個法律 絕對很荒謬 我從沒看過哪個國家有這種法律 那但是這不代表有問題 不該查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如果國民黨 真的要定這個法律的話 那他應該定成是總統副總統 因為為什麼 這個我不懂 為什麼是只有總統 那副總統最 意思是連戰不用查 對 如果你要講連戰這件事情的話 那如果你去看到兩千年政黨輪替以後 黨產銳減最多的話 你講銳減 因為黨產的莫名的膨脹 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但是銳減也是一個問題 那當年當年就有報導 就是說財訓就講過 連戰這個接黨主席以後 從兩千年以後 黨產一下一瞬間就少了六成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當時這個決策 只有少數人知道 而且還有財訓有點名 張哲稱 然後徐立德 誰誰誰 那他還說你能揮 包括包括連戰 說他講得很清楚是連戰拍板 那也是用了一個成語叫迅雷不及言而 手段要來處理 那當時還有個名詞叫新太子幫 那這樣講好像是指控 但是他有很具體的例證 就是說當時的國民黨要出售 中投跟華夏的時候 一開始的買主都是創投業 那這個創投業有兩大特點 第一都跟徐立德有關 對 第二都是連家的好朋友 是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要找一個突破口 你就從這裡找個突破口 問題是你要怎麼樣有一個機構來查 你把國民黨歷任的財委會 後來叫行管會的主委全部找來 就一個一個案子查 但是問題我還是必須講 每天電視節目都在講 難道國民黨是白癡嗎 對 不是嗎 國民黨會認 這個黨產已經吵了幾十年了 應該說那幾十個人不會是白癡 對 所以我意思說 那今天黨產條例也是 我也不知道進度在哪裡 轉型正義的條例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黨產那個委員會 如果要出要成立的話 什麼做成立 對 所以我們每天每天講 那每天他們有很多事情 沒有 可是我覺得過去這幾年 大家太姑息 也就是說好像不干我的事 所以你會看到說 就像我們前兩天 討論中國醫藥學院 複色醫院這件事情 就你有沒有辦法想像說 本來一家其實是屬於 跟國民黨關係很密切 也是成立夫召集很多企業界的人 然後一起捐錢成立的 結果竟然會在他死後 大家過世之後 竟然變成當家的是一個人 而你知道像那個 就是昨天清晃有提到 陳澤寵對不對 就是他那個聲明 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 現在是時尚界的F4 那他說在那個時代 就他們瞭解 因為這位中國醫藥學院院長 當時的院長叫蔡長海 他的財務情況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不好 那甚至因為新街中建設 因為跟廖玉輝當時的華國股票 其實市場上都知道說 他的財務情況是很負面的 沒想到在十六年前 大家都不認識 在企業界在商場上 沒有任何的指標性地位的蔡長海 現在竟然一系之間 因為陳立夫的過世 掌握了這一切 然後經過十六年下來 讓他變成中霸天 所以國民黨的黨產 經過一個變化 然後突然全部都到某個人手上 這種事情跟中國醫藥學院的情況 類似的太多了 我們先來個前情回顧 前情回顧就是在昨天政經現實批 在後半段我們講到的這個故事 就是當時的這個中國醫藥學院 那麼陳立的人他叫做秦秦 那麼後來因為他被陷害了 那麼所以他就把這個管理權 希望交給陳立夫希望他好好的經營 這樣的一個學校 所以陳立夫就找來了很多很多的企業家 然後都還包括了有黨產 那麼就好好的把這個學校給經營下去 結果沒有想到 就在陳立夫他生病住院的時候 結果出現了一個幽靈董事會 然後要求他蓋了一堆幽靈的 不知道什麼樣的空投支票 然後那個時候的情形的兒子 還曾經遭到綁架 那整個的過程呢 就是我們來看到他的兒子 就是陳立夫的兒子 這個陳澤寵 他跳出來說 這個可怕的董事會 就做了很多奇怪的決定 包括去借了武藝 然後後來這個秀產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轉到了這個蔡長海這邊 由他來做掌控 所以他就說 陳立夫先生一生認識 就不貪不許 所以老人家跟本人在臺北 都是租屋而居 他們沒有用財團法人的財產 買任何的個人私產 如果學校有重大的財務醜聞 絕非陳立夫先生所為 談的就是那個奇怪的 幽靈董事會 莫名其妙跑出來的 然後就在這個病床上要求 陳立夫在一堆空白的上面 蓋章的那樣的一個董事會 他們去借了很多的錢 財團法人 私人中國藥學院與副社醫院 是全社會的公共財 希望全社會應該共同來關注 共同來監督 在這封信當中 陳澤寵甚至還呼籲 陳水扁總統張俊雄院長 曾智朗部長 可不可以用公權力 來接管中國醫藥學院 即副社醫院 不要讓他落入了 私人的口袋當中 那麼當時所有的 不管是這個 國民黨的投資 或卸壓的投資 難道就全部進了 一個莫名其妙的人的口袋嗎 國民黨你的誠意在哪裡 國民黨現在對黨產 他還是以拖待變 以拖暴少 那麼避重就輕 富與頑抗難 所以我認為對黨產的處理 我們新政府跟新的國會 一定要至少這幾個原則 一定要確立 院政篦 福是這裡發動的 八木 大陸 就在聽 belonged 人家